我們今晚說些什麼? 今晚繼續說這個疫情 無論是港州 民意本疫情 然後之前我們說那個叫什麼東西 我們在訊息裡談開的那件事 實驗室 值得說一下 實驗室那個就是等它遲些再進一步 因為拜登給90天嘛 90天應該都過了接近一個月了 其實民意本和廣州都是一樣 就是每天都是過位數的爭執 但是廣州的爭執 廣州不止過位數 是過位數 我今天都是九個人 今天是過位數 它有些是佛山 它的數字是很狡猾的 廣州分了確診和無症狀兩個號碼 無症狀都是確診的 有沒有症狀 無症狀不是普通人 它都是一個病人 所以你把那兩個號碼加起來才行 其實它一共分了四個號碼 一個是本地的 一個是外地的 本地有症狀 本地無症狀 然後輸入有症狀 輸入無症狀 我猜是這樣 所以其實最嚴重的那天 我看到好像是四個號碼加起來 接近或者超過了二十的 但是今天如果沒有記錯 是十出頭 十二 十三大概 曾經有一天我看廣東的數字 全部來自於廣州 曾經有一天 就是唐睡覺 或者其他城市 可能檢測得不夠 理論上如果廣州有什麼東西 沒有可能其他城市可以幸免的 是啊 它現在廣東省有什麼東西 就主要是兩個地方 一個是廣州 一個是新鎮 新鎮是鹽田 新鎮是英國款 然後廣州是印度款 但是廣州的那野地區 就剛剛沒有在廣佛那個區域 因為有時候你又不可以將廣州獨立來看的 因為廣州和佛山兩個城市的融合度是極高的 所以其實有巴士兩個城市穿梭 有地鐵兩個城市穿梭的 那已經河在高了 地鐵和巴士是兩個城市之間穿梭的 接著那些小區 你搭前一步就是佛山的了 搭後一步就是廣州的了 金沙州那邊就是了 就是在一個島上 那島一半是佛山 一半是廣州 金沙州去我們之前說的 那個婆奶那裡有多遠呢? 就是來中山七路有多遠呢? 十公里 八公里怎麼都有吧? 就是那一塊都很壞了 我覺得那裡十公里 八公里肯定有吧? 就是由佛山往廣州方向一直殺到阿婆那裡 那一塊都鋪了 我發張圖給你 因為阿婆再向西面 理論上就是方村來的 佛山在廣州的西南面 其實是正西面來的 我發張圖給你看看 我直接發去微信那裡 你拿個口形容才行的 你不要直接做張圖給我看 我先讓你看這個圖 你不怕你就是猴子了 他現在南海已經有三級管理了 第一級是封閉管理區 第二級是封控管理區 第三個就是閉環管理區 那封控閉環我就不理解什麼意思了 封閉管理區就應該是三個SPOT來的 三個SPOT來的 我猜是應該是小區來的 那其中一個 sorry 其中兩個 其實是三個都圍著方村來的 都是貼著方村的一個點 接著封控管理區就是這些HOTSPOT 周圍的一個區域 一個可能一兩平方公里大的地方 是封了起來的 應該是幾個街道來的 那方村都封了 是啊 接著它的閉環管理區就是 南海和廣州折讓的那個地區 它是全部都是框了起來的 但是我不知道它的閉環管理區是什麼意思 是 沒有理它是什麼意思 總之現在的情況就是 整個廣州西邊或者佛山的東邊都撲到街了 基本上就是你進不去 它就出不了來的情況 你可以進去 但是進去就不會出來了 是啊 那又是怎麼搞的呢? 進去呢 你有些東西送外賣是買菜的 收到外賣嗎? 送外賣就不讓你進去的了 不過我不知道那些是桌頭 是真的還是真的夠用 可以大規模使用 就是現在我今天看新聞 好像說有幾個無人駕駛的公司 就是它就在封閉COVID的 入口出口那裡 然後它就將物資扔上那部汽車那裡 接著那部汽車就會自動駕駛衝過去了 我也很想問 問題 那誰去拿這個東西呢? 譬如你又買了東西 我又買了東西 它送到我家門口就發完訊息 我來拿我的東西 然後你又來拿你的東西 接著大家一起拿 哈哈哈哈 我不知道啊 因為我看到很多阿sir 就會站在那些封閉區的出口那裡 可能阿sir會叫人來拿吧 我覺得這個方法是挺好的 這個方法是 你減少了你因為送貨而出口的機率 是啊 你在淘寶、京東、美團 就不是有一個外賣小哥去拿你的外賣 或者拿你的淘寶塗回來的東西 是啊 就是這個無銀駕駛公司 是的 一夜對到你去聽 它現在是不讓人進去的 我覺得這個方法其實挺好的 但是我不知道它的規模有多大 我確定它是一個造租 我特意看了它 它有兩種車 一個叫的士 一個叫巴士 的士裝到200公斤 巴士裝到500公斤 啊 那很厲害 巴士裝到500公斤很厲害 500公斤 我是小夜的 那你不是第一兩步的嗎 你可以有很多一步的 一間公司訂十步出來 那裡有四、五間公司 24小時這樣動 我看就只有一間公司 它可能放出來只有一間公司 但是我今天看新聞講是有幾間公司 有四、五間公司 我說一間公司你拿十部車出來 很正常 是嗎 屌你 啊 它說我一開始還以為 是會有一個工程師在上面的 那它我今天看新聞講 其實車上連工程師都沒有 嗯 是只有車在那裡動來動去而已 嗯 然後另外一個呢 又是我不知道是噱頭呢 還是它真的又是可以成熟的 在實際用場景裡面使用的就是 它那些樣本的送件 因為我們很多時候 我們有一些 那些報酬是不是叫Blizz Station 就是緊急測試站呢 那那裡只是負責搜集你的核酸信息而已 就是你的檢測信息而已 但是它那裡不可以做檢測的嘛 嗯 檢測完之後呢 你一個case呢 是裝滿了之後呢 它就會找一部 它就會拿一部那些工業無人機 是直至呢 就將你送去你的那個建設點那裡 那它就說 是可以省很多時間 就是如果你是用車的話呢 就可能要三十多分鐘 就是我猜 我猜它說了三十分鐘 應該是全程搶通無阻的情況下三十分鐘 但是它說用工業無人機去找呢 就是十分鐘 十分鐘就可以飛到過去 但是我就不知道它 它的使用規模有多大 如果它使用規模很大的話 其實我覺得這個是非常延遲的一件事 不過其實這些就是時間就是金錢 你快到十分鐘都是很有價值的 但是我就不知道它有多少部 那些東西飛來飛去 如果你說有幾百部在那裡飛來飛去 它做到什麼呢 你說一次 其實它主要用來省時間 就是說它的檢測站隔離 就放了一部無人機 但是它的無人機就不像我們平時看那些LED show 還有拍照的那些無人機來的 那些是民用無人機 它那種是有八個十個螺旋掌的那種工業無人機 就是貧農藥那種 是啊 那它就是你每搞定一個case 就是我講一個case 因為那些測試的樣本 一瓶瓶就排到一個箱這麼大的地方 排到一個箱裡 那箱一側滿之後 它就會裝上一個無人機 然後那個無人機就直接飛去那個建設中心 嗯 然後放下之後就飛回來 然後下一批這樣 但是我就不知道它的規模有多大 但是如果這個不是做show 或者做測試 而是一個可操作性很強的 已經是大規模很成熟 大規模應用的話 我覺得這個就是很先進的一件事 因為你其實是大幅縮減了你的那個測試的周期 就是你原本是一個來回 你送到路上就已經花了那幾個小時了 但是現在可能十來二十分鐘就搞定了 你通過那些無人機就直接空運到 你需要的那個測試檢驗中心那裡 其實現在你說這種 我覺得反而應該是給新加坡 現在它採用的那種去取代的 新加坡它現在採用的DIY測試 就不用那麼麻煩了 你就拿個東西 就像你那些什麼 驗刃棒那樣 拿回家驗刃棒去 你覺得你有問題你就檢查 或者你覺得沒有安全感 每天都檢查 檢查都沒有問題 但是政府給你一個DIY拿回去 自己搞定 但是這個成本很誇張的 成本是怎樣的 我就不知道 但是當然你都去問 那究竟你這個人檢查了陽性 然後不是告訴別人 怎麼回事 不是說的 不是 檢查的陽性一定會告訴你 因為它都怕死的 正常你看到陽性一定會怕死告訴你 我覺得這個反而就不會 我覺得你這種方法是好的 Sorry 是新加坡的方法是好的 但是 首先我不知道新加坡有多少人 但是我相信 新加坡有五百多六百萬人 是的 那就是廣州的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一的人口 那我相信廣州政府應該 但是新加坡它是開放國門的 它是最近又封城的 現在又開了 好像說 啊 這麼用啊 下單四個禮拜 已經過了嘛 現在六月了已經 然後好像又成功按下了 接著它又開了 因為它的邏輯就是說 新加坡這個國家 或者你的城市 是不會下單的 如果它夠膽開放 它夠膽開放 它肯定是成功的 它一直開著的 你之前 為什麼這麼厲害 新加坡轉機 因為它那個轉機很划算 因為你知道直飛很厲害 澳洲到廣州這些嗎 但是飛到新加坡就很划算了 就是它對上一年封城嘛 它一直都開放的 哇 它很厲害 它所謂的彈起來 都是一千多 它現在... 千多 留在多一點 如果說了一千多 糟糕你了 怎麼辦? 沒有啊 沒有啊 新加坡都是雙位數而已 過去半年的時間 突破過三位數 而且你明白 新加坡彈呢 相信很大的原因就是因為它有很多印度人 印度越來越了新加坡人 它應該又犯了印度去奔創 回來了之後 然後還有馬來西亞人 是啊 哇 新加坡其實真的很厲害 新加坡是很厲害的 你具體說一下 讓大家知道 從我這裡就很粗的看 從去年10月份到現在為止 它應該沒有一一的人數是突破三位數 但是有個前提 它的環境一直是開放著的 是給印度人進來 給馬來西亞人進來 給印尼人進來 這些 我不知道包不包包 菲律賓人進來 但是whatever 但是這些 它開放的... 不差在啦 還有巴基斯坦 尼泊爾 孟加拉這些人 因為它的外路就是在這些地方組成的 嗯 這些是地球上最嚴重的九原區域 它都是開放了國門給你進來 但是它現在就...反正我看完了 過去大半年的時間 八個月左右的時間 它一直都是雙位索 就是五百多萬人口的城市 一直都是雙位索 它可能應該就沒有零啦 但是我覺得這些都不重要的 但是它最最最最厲害的那個時候 就是在上年的四月份 就是年多之前 它單日生增是去到接近的 都沒有破千 接近一千 最厲害的那一天 但是之後就被禁了下來 之後就從去年十月份開始 一直都是雙位索 嗯 我覺得其中就是跟中國另外一種思路就是 中國就是說我要將病毒吸食去熄滅 我要斬斷它的傳播鏈 接著恢復零個案 新加坡就是說 因為我沒有可能封住國門 所以我是要學習 就是我要學會和有個案的這種生活是共處的 但是你這樣做的風險就是 你可能會發生好像印度 或者菲律賓 或者南亞其他地方國家那樣 你是會失控的 但是它一直是將你這樣傷害你索 那麼它的生活是照舊進行的 我覺得它那種是很成功的 而且它那種 我覺得這些其他地方沒有辦法複製 因為它人口少 不少啊 屌你 它的密度很高啊 什麼這樣也叫少啊 不是 我說的少是它本身是區域了 它人口 你說它密度是高的 但是它人口的絕對值就放在那裡 就是它這種情況之下 它這樣做 因為你回到新加坡 它本身這個國家的特性 其實它就是一個輸流 它在一個這麼發達的國家 其實可能有百分之三十 甚至百分之四十的原因 是來自於 因為它是一個輸流 它這個輸流不止是航運的輸流 交通的輸流 還有金融的輸流 資金的輸流 是不是 還有各種各樣的輸流 那麼如果它一關了 它就已經不是輸流 它就是一個普通的城市 它是撲硬街的 但是它在這種情況之下 它可以用 我不知道它怎麼做 是不是每個人都買一輸 或者拿一整單原刃回來 有空每天都做 刺自己一下 那個是最新的政策來的 好像還沒有實行 還要準備什麼 之前它一直都是 就是進來的時候要測體溫 然後要掃個QR Code 好像墨爾本也掃了QR Code 就知道你這個人這個時間來過這裡 到時候買了這個人 就馬上告訴你 因為我為什麼說它是很厲害的 因為我先以為它封鎖是有幾百人 或者過千人是糟糕的 但是我還以為我的體系錯了 我就說 為什麼找這麼久找不到新加坡 我就去Google上搜 它都是十多個人 可能有三十多個人 但是問題是 跟它做對比的就是 跟新加坡做餐照的就是 馬來西亞 或者說是西馬來西亞 就是吉隆坡新山那一邊 為什麼這麼說呢 因為我早幾天我打了電話給我馬來西亞的朋友 他是住在馬來西亞的 我就跟他說 我聽過你落下 接著馬來西亞的人落下 我就不太理解 他就說這些全部都是政策來的 就是要大選了 我不知道為什麼大選 你又要落下 我就說 哇 你們有八千多個個案 接著他就說 八千多個 怕什麼 話不是這麼說 但是他表達的意思是你的意思 怕什麼八千多 接著我說 不是啊 你們只有三千萬人口 每天有八千多 我只是壞事而已 身邊都沒有人 搞到我們現在什麼都不可以做了 接著我跟他說 你知不知道 物業本 一天只有幾丁油 整個物業本被禁止了 接著我就介紹了物業本的禁止了 第一個星期整個圍多利亞禁止了 第二個星期才是物業本 是啊 接著 咦 這麼嚴重的嗎 我說是啊 很嚴重 我說這些東西 你一不理它是會失控的 接著後來他就說 哦 那我就不知道了 不過呢 其實這些個案都不是在我們東馬那裡的 我們的個案全部都是在西馬 他就說 因為它是沙巴 沙巴就是馬來西亞最東邊的那個州 嗯 那麼奇怪 他就說我們的個案全部都是從菲律賓過來的 他說你說那些八千多的那些 其實基本上都是在西馬 就是因為印度傳了給 其實就是印度傳過來的 或者是新加坡傳過去的 那你一對比就是 這邊我是開放了任你過來的 我就每天都是雙位數的 但是雙位數就是剛剛過雙位數的個案 但是去到馬來西亞呢 八千多 八千多我當你打八折 你媽媽六千多都是東馬 八千 六千多對十幾個 就是這種治理的水平就高低立見 而且我聽他們說呢 其實馬來西亞是經常落單 時不時的落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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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之前你來講物業本的時候 我發了一條新聞給你看 就是ABC的一陣間節目的主持人 其實他很在憤怒 他那篇文章 他整個程度都是很憤怒的 他就說第四次落下 你媽媽 然後我心想 我現在回想起 你老美你真的沒去過馬來西亞 馬來西亞可能已經第十四次落下 馬來西亞就不停就落下 這樣過來 但是他沒有時落下多久 我就不知道 其實可能一來中國人 二來澳洲人都不太關心馬來西亞的生死 所以對他的報導就比較少 但是我的朋友 反正時不時就聽說又落下了 時不時聽說又落下了 但是落下了 等等 你說落下是 馬來西亞的地方政府 州政府還是全國性 是什麼性質的落下 他是聯邦級別的宣佈落下 但是我聽他的說法就是 你的州政府 你州的那個州政府 是可以選擇不及的 他宣佈落下是聯邦 所以我就說 一落下就落下整個國家 是啊 是啊 整個國家是落下的 但是他跟我說 其實我們沙巴州在考慮到底要不要跟進 可能現在還是先落下 但是接下來 我們可不可以提前解封呢 就看情況而頂 是很慘的 那天大陸打電話跟我說 他跟我說幾個人我認識的人 有幾個人已經消失了 他說恩信全無 他說原先租了他 一間resort的旅行社的老闆 他說已經消失了很久了 朋友圈又不見他 Facebook又不見他 Instagram又不見他 就憑空消失了 他說幸好 因為金融問題是著草 還是因為死了 病毒 應該是著草而已 他說 不過幸好他沒怎麼欠我們的錢 走了就走了 不過有點虛陷 然後他跟我說起以前在resort那邊做事的兩個人 其實我都認識的 因為我在resort那裡做了一個月的事 然後他說那兩個人又是消失了 完全不知道去了哪裡 然後他說另外一個 我又是比較雙熟的一個導遊 他跟我說他走了去做建築工 在地坡那裡做事 然後我問起他說你怎麼辦 因為他是做潛水教練的 他說是我以前的教練 他說唉 我都好 因為他說 因為大家現在哪裏都沒得去 唉 就玩潛水 然後他找我學潛水 你學完潛水之後 你有裝備的 那我就買了 他說我還可以 他說我一個星期只有四個學生 都捱得住的 是的 剛才以為你說他比以前還好 也是捱得住的 以前是沒得停的 以前是 因為你做潛水教練 你每一次你教的學生 你只可以教四個 那你教四個學生 你一般是教三天的 那他基本上就是這三天教完之後 下一個三天又有四個人 那下一個三天又有四個人 那就是其實你一個星期 你最少帶八個人 但是他現在一個星期帶四個人 少了一半 其實這些窮的國家 其實真的驚不住 這種病毒去折磨 就是 好像你說的 守庭口庭 是的 就好像你之前說的 中國不會派錢 但是澳洲會派錢 但是其實你看回 就是會派錢 全部都是那些OECD國家 就是你不是OECD國家 或者香港 新加坡 你鎖定的話 基本上就好像你說 手庭口庭 你鎖定多久 你就停多久 相信現在廣州 應該也有一部份的市民 都是面臨這些情況 廣州現在慘的那些可能就是從事生產製造業 和從事服務行業的人 就是一些澳洲叫做Hospitality 只要你的工作不允許你Walk from home 你現在就是沒得上班 是的 沒得上班 我之前有一個同事 他住在泥灣 他就說現在我放空 他就說你已經不能出差 你不能上班 因為他家住在泥灣 他住在陳家慈那邊 最重要有沒有被人扣起一些糧 不會 不會 我一放空就不會扣你糧 但是那些你說 沒有去上班的那些 就覺得九成會扣起你 九成也扣你糧 扣起你了 廣州的出糧制度是 越新的 每個月都會出糧 比如我 我亂了 我是牛三星檔的 撿桌 我月秀區牛三星不開了 我沒有上班 那我月底就沒有糧出了 沒有糧出了 一定沒有糧出 我很肯定告訴你 因為為什麼這麼說呢 他在這種情況下 最好的結果就是 大家休克 停薪留職 停薪留職 大家休克 因為我沒有錢進來 你又沒有錢 我肯定沒有錢出糧給你了 但是呢 我的包租工 他應該還是會收回我租 是的 我的包租工應該也會收回我租 那為什麼我會這麼肯定告訴你 一定會扣你薪 扣起你薪 是因為上年二月份的時候 我上一家公司 就是碧桂園 是只發了百分之七十的人工 全體職員 就是有百分之三十的人工沒有了 是的 因為我之前跟他們說過 我們的人工是百分之七十 每個月發 有百分之三十 扣到年底 他們那個 扣到年底那部分的百分之三十 就是你屬於二月份的那部分 就好像是沒有了 這樣也好一點 都隔了十個月之後才沒有了 都過了去的 是的 都過了去的 如果你表現好一點的話 可能你的積分高的話 你那個月沒有了 那筆錢你又會回來的 你就用另一種形式回來了 可能你今年的報名租好 你的錢多一點 可以幫你蓋起來的那部分 是的 否則的話 如果你說你表現得不好 你的報名租又差 那月沒有了就沒有了 所以其實中國真的會扣起你 我不知道澳洲是不是 澳洲已經直接炒起了你了 澳洲有幾種呢 如果不炒你的話就是job keeper 你說的是哪一種呢 你說的是剛才那個牛三星當的那個人 比如說你比如說那些在公司裏面做的人 你說的是哪一種呢 澳洲應該沒有所謂吧 因為如果你當你受到covid的影響 那你當你就可以有job keeper 你可以拿job keeper去發薪工 哪怕你一元就三月 job keeper已經無期了 三月份已經停了 我說當初 就是你可以拿job keeper 好像你們現在這樣 如果你們上班受到影響的話 是政府可以發錢給你們的 當然錢不是什麼大夠錢 但是可以養起你 就是你日常生活肯定沒問題 就是你買奶粉 你兩餐飯 就一定是沒問題的 就是你可能現在天氣冷 你就不要開暖氣了 不是這樣表情有點貴 我相信你說的就是聯邦政府提出來的 這個地區只要lock down超過7天以上 你就可以申請這個payment 那個payment就是兩塊錢的 如果你工作超過20小時 是不是 就可以拿5塊錢 如果工作少於20小時 就可以拿350塊錢 就是要求你的資產 雖然我也沒有理解它的definition是什麼 它那個可流動的資產應該就是指 股票加現金加債券那些東西 不可以超過1萬塊錢 你要符合這個條件才行的 如果你沒有我100億 但是全部都買了房子 那它出來不穿 你也能拿到一塊錢的 不然你只剩下1萬塊錢 但是我買了股票或者我把銀行存款 那你就不符合資格了 就是幫窮人 不幫有錢人 幫 因為夠急 它的狼濕就是說 因為你連1萬塊錢都沒有 意思就是說你很急 等錢花的 那就可以拿到這500塊錢 但問題是這500塊錢不是說 每個星期拿500塊錢 現在就說鎖定兩個星期而已 問題是如果鎖定20個星期 你也只有500塊錢而已 蛤? 它一次過的嘛 它沒有說每個星期都給你的 那鮑魚有沒有吵嗎? 不是 那個就不會吵 因為它現在這個擺明 就是幫維多利亞 整個澳洲只有維多利亞鎖定而已 是嗎? 德馬爾本鎖定 準確說 整個澳洲沒有一定幫鎖定 它擺明就是幫這些 剛才我說的那些打散工的人 就是說在牛三星檔那裡撿桌的那些人 如果你說 像你剛才說 你在什麼碧桂園那種 你只不過是 雖然我不知道碧桂園的情況是怎樣的 它有沒有work from home 還是它直接就不用做 如果你不用做 如果你work from home 就是你有做事 我也是work from home的 那我就照常出糧的 我是不便的 我原先是怎樣就怎樣的 我就是上班場所不在公司在家裡而已 那我應該拿的錢一分錢都沒有少拿到的 是啊 那就是這種情況 就是分這兩種 一種就是你可以在家裡做事 那就爽了 為什麼又不用上班了 又可以拿這麼多錢 另外一些就手庭口庭的就慘了 那就多數是租屋住了 租金都成問題了 是啊 特別是很多年輕人 本身那份工作都不花得足的 都不是說一個星期可以回40個小時的 就已經是收入相對比較低一些 那你一個星期回0個小時的嘛 那收入就是0 除非你當年不存在一大塊錢 咦 做第一大塊錢就不要太大塊 大過一萬元你都仆街了 都拿不到這五塊錢了 你快點把錢洗掉 快點買好那些gossery 把錢洗掉 買bitcoin 屌你老母 哈哈 或者買保險 買保險的話你不算是資產的嘛 但是對於港大人民群作為説 都是慘的了 就是我看一些採訪 就是很多人說做生意 因為剛才我講講打工仔的角度 但是很多做生意的人就說 類似你剛才所講的邏輯 就是我沒得開門做生意 我就沒有收入了嘛 那我一旦沒有收入 那我資金流了斷 那你就玩完了嘛 那很多人都因為這次短期的lockdown 是結束了的 《社密新聞報道》是這樣說的 所以就會有一幫群體 就是反對lockdown的人 當然反對lockdown 我都說外國人這些最主要就是說 說幾樣東西的 一個就是說你政府沒權做這些東西 第二就是說 這是他人身自由的一部份 所以永遠都有這幫人在這裏 那就都不需要